大家好,我是小徐元 现在我身边的这只狗 是昨天救助回来的罗威娜 昨天救助回来四只狗 两只金毛 一条罗威娜 还有一条串串 它们四只先放在宝妹之前住过的房子里面 给它们隔离了起来 等就是过一段时间隔离一个星期 再把它们放入狗舍 因为罗威娜的体型较大 它也是猎犬 需要很大的活动场地 我今天带它出来一起放放风 那个之前宝妹住过的地方 关四只狗狗的话相对来说 还比较小空间 不够它们活动 我今天一个给它们带出来 让它们出来看看风景 放放风 等环境熟悉了以后 再带它们去做了绝育手术 做了绝育手术以后 就能一起进我们狗舍 跟我们狗狗一起玩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看这只罗威娜的视频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今天把罗威娜 放出来让它玩一会 昨天晚上刚接过来 四只狗狗 跟我们狗舍的狗狗 开了一晚上的野窗会 炒了一晚上 它放出来也挺乖 不咬人 也不咬狗 脾气还是比较温颂的属于 它发情了 这过四五天 把它带到医院 给它把手术做了 就能进狗舍里面 跟狗狗们一起玩了 挺凶的 很多人都说这只狗狗为什么没有尾巴 我也不知道为啥没有尾巴 这么大的大型犬 我第一次见没有尾巴的 你看那个嘴 看它那个嘴 施压力的嘴 好厚一坨肉啊 嘴上 嘴上 憨憨的 跟早上家的小憨憨有着一拼 我们狗舍有一个小憨憨 还有一个我这个大憨憨 又来了个大憨憨 老罗 他之前名字叫老罗 现在我在给他想个名字 大家也可以给小小 给他提个什么名字好呢 给他给个名字 给个好听 好听一点的 威武霸气一点 一会儿天黑的时候 再把它放回隔离区 还让他隔离着 不然他就是护士的时候会咬小狗 像他这种狗的话 一口就把小狗给咬死 看 把它放出来以后 他就一直往这边跑 因为这边的地势比较宽阔 然后他就跑到这边玩 这边是种的菜 菜还没有长大呢 长大了以后就可以喂狗狗了 这跑啥呢 这家伙会寄吃的 昨天给了他两块骨头 他就藏了一块 然后这个是乐乐 乐乐是只公狗 然后罗维娜是只母狗 罗维娜发情了 乐乐就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 你看他的尾巴 跟在屁股后面 跟拍 过来 然后这边的草都给他割到以后 刨了刨了中那个斗角 碗斗 碗斗角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天马上就要黑了 现在我们狗色的狗有111条狗 然后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狗色的狗 湖中斗影 狗狗们过得都挺好 就是压力有点大现在 狗狗多了 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了 不再像去年的时候 一只狗 四只狗的时候 干嘛 吃自己上完洗手间的东西呢 你看他把人家的菜 一爪子一秒菜 一爪子又秒菜 然后我再到大家进狗色里面 看看我们狗色的毛孩子们 大家也是好久没有见到了 哎 来采过来了 过来来采 给你们看看来采一下 来采自从 在外面以后就很少出镜了 每天游玩 来采 来采年龄也大了 现在不怎么爱动 现在我带大家进狗色里面看狗色里面的狗狗 站到这个位置 能看到我们狗色 整个结构 这边都是 搭的那个雨棚 下雨的时候狗狗们就是有个岛屿的地方 这边有一个 然后那边一横溜 中间是个梯子台 这个区域关的是三只大狗 然后中间的关的是中型狗 还有救助回来十点九的狗 再往那边的话就是小型狗 前面外面也是一个区域 蒙古包往这边的话是关的小年狗 还有两只边牧 这是整个狗色的介绍环境 大家可以想一下 曾经这里是一片荒地 一砖一瓦 把它们打造成这样 然后把草给它除掉 盖起的这个狗色 盖成了如今这个样子 这边还有很长一截 其实 然后 总面积的话是 就是建设出来的 一千 一千多 一千七百多面积 加美建设的话有两千 两千七百多平米面积 因为有很多地方没有建设嘛 像那边种菜的 蒙古包后面那座山 也是我们的 现在狗狗不是很拥挤 看那个 德木 大拉开 康康 康康 看上去狗狗很稀露是吧 但是他们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狗了 然后我在大家下面看一下 下面的话是这边盖那个游泳池 盖狗狗的游泳池 但是现在天冷了也用不上了 然后中间就是个梯子台嘛 那边用木板都给他挡起来了 因为不隔开的话狗狗们见面很容易叫 吵的特别厉害一晚上你都别想睡觉那种 所以就用木板把那边给他隔离起来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区域 就是当时没有建设 从这边就当那个草丛那边就断开了 因为这是个下坡 坡特别陡 没法做 做了以后狗狗很容易 摔倒 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建设当时 就是咱们狗舍整个建筑 建筑的样子 一开始的话加工的少 一开始建设的话只有什么地方 只有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铁杆 铁温蓝到这里 这一节 只有这么点建设 但是我感觉狗狗们就这么小的地方太憋屈了 然后后面的话这一批 都是后面加上去 后面加的建设这都是 挺漂亮吧 我们狗舍